大家好,我是白胖碎碎念,今天我们来为魏妍证明 诸葛亮是个被神化了的人物 本文倒可以让我们认识到这个神人多疑的一面 《三国演义》第53回写道 刘备公许长沙,降服黄中,魏妍后 诸葛亮对刘备说,魏妍脑后有反骨 久后必反此说虽是小说家罗冠中之虚构,但也近乎写实 诸葛亮对魏妍多存疑虑,不予重用,且借机除之 以至最终被杨夷成绩以所谓叛逆之罪将魏妍杀害 魏妍是蜀汉举足轻重的动良之才 遭此厄运,实在令人不平和惋惜 历史是公正的,应当用史实为魏妍证明,平反昭雪 魏妍是一位效忠蜀汉,深得刘备依赖和重用的良辰 魏妍出身航武,早年领部署随刘备入蜀 想为光复汉室建立一番功绩 因而履历战功而不断升迁 汉县递建二十年,公元215年 刘备夺取汉中,封汉中王 迁至成都,需要一位将军镇守汉中 重将皆以为非张飞莫属,张飞也有心镇守汉中 哪知刘备却破格启用魏妍 提拔他为都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 全军位置镇京 对蜀汉来说,汉中和荆州是一州的两翼 而汉中又居于门户要地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刘备选魏妍镇守汉中 足见魏妍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之重要 有一次,刘备大会群臣 问魏妍,现在伟卿已重任 卿如何担当 他凯然答道,若曹操举天下之力而来 让我为大王拒之 若曹操有偏将十万之众来袭 让我为大王吞之 的确,他灵难受命 折冲外遇 镇宝国境,三国志,蜀书,杨夕传 不孤所托 在镇守汉中的六年里 连曹卫一流名将张和 曹真也不敢正视汉中一眼 公元221年 刘备称帝又敬拜魏妍为镇北将军 蜀汉剑兴元年,公元227年 更以言为都前部 领丞相司马,梁州刺史 剑兴八年,公元230年 魏妍吸入枪中 与魏国名将沸爻 郭怀战于阳西 获全胜 后主集迁其为前军师 征兮大将军,贾捷 进封南政侯 魏妍是一位族制多谋 骁勇善战的军事奇才 却受到诸葛亮的质疑和压抑 可以这样说 魏妍的军事谋略 官,张,马,黄,赵有所不及 每次出征 魏妍都要求自己领兵一万 与诸葛亮分道出击 诸葛亮始终未允许 更为遗憾的是 剑兴六年,公元228年 第一次北伐 魏妍献子武奇迹 诸葛亮弃之不用而措施良机 当时 刘备已经去世 魏国轻视蜀汉 主要对付东吴 关中防御薄弱 镇守关中的 近视魏文帝之序 信武武略 而好之声的雍才夏弘茂 魏妍宗和分析了 当时敌我形势和有力实际后提出 金甲炎金兵五千 直从包中出 寻秦岭来东 当紫武而北 不过时日可到长安 茂文言言至 碧气城逃走 长安中唯有御史 金兆太守尔 横门抵戈于散民之谷舟时也 比东方湘河聚 上二十许日 而攻从写古来 碧足以达 如此 则咸阳以西可定以 三国志蜀书魏妍传 注影魏略可视 诸葛亮以为此即甚险 不如从坦道 先取魏西 在出军齐山时 论者接言以魏妍 无一坐先锋为一 可诸葛亮为众把 肃 三国志蜀书马良传 即让言过其时 不可大用刘备林中 逐量语 尹文铜上的马肃 统领诸军与魏国 名将张和交战 自己也不清零前线指挥 结果遭致揭庭大败 使蜀汉失去了 唯一的一次大好时机 15音乐 3 4 6 6 9 7 6 7 4